说到崩亚居,许多人都知道她是澳门教父,不过崩亚居在自己巅峰的时候却突然入狱了。 1998年,崩亚居入狱,最终在2012年出狱。 出狱之后,崩亚居非常低调,几乎不过问江湖的事情。 不过在2016年,崩亚居却突然高调起来, 利用母亲80岁生日的机会,在澳门鱼人码头大摆宴席。 当时,崩亚居足足开了133桌,邀请了澳门香港众多名人, 其中最知名的三个人物就是向华强、连安琪跟喜米华。 在当时公开的名单来看,这三个人都被崩亚居安排在主桌, 显然是被当成主要来宾的。 只是让崩亚居想不到的是,最终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们为何敢不给崩亚居面子呢? 其实,连安琪跟崩亚居的关系还不错。 当年崩亚居是何鸿燊的头号, 连安琪就常常代表何鸿燊跟崩亚居接触。 两个人日经私交都非常好。 前段时间,何鸿燊重病, 崩亚居想要去医院探望, 也是跟连安琪沟通的。 那么连安琪为何不去参加呢? 因为连安琪认为自己担任梁宝局局长的身份, 不适合出席这样的活动, 于是就没去了。 不过连安琪跟崩亚居关系非常好, 她给崩亚居打了一个电话, 说清楚了。 连安琪没去并不让人意外, 洗米花不去就让人非常意外了。 洗米花是崩亚居曾经的马仔, 洗米花当时就在崩亚居手下出道的。 不过,崩亚居母亲过生日, 洗米花却认为自己现在今非昔比, 不想去给崩亚居捧场了。 另外, 洗米花是连安琪捧起来的, 连安琪没去, 她自然是赶不去的。 如果连安琪去了, 那么洗米花当然会去了。 其实这一点也说明了, 洗米花是一个势力的人, 不懂得感恩。 其实, 崩亚居邀请向华强去参加, 当时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在90年代 为了澳门博彩的蝶马拳, 在澳门闹得水火不容。 当时向华强收购了遗憾的东方公主号, 随后趁机想要争夺澳门的蝶马拳。 不过最终, 崩亚居战胜了向华强, 拿到了这个蝶马拳。 因为这个事情, 两个人结下了梁子。 不过崩亚居出狱之后, 已经对外说, 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 于是邀请了向华强。 向华强在九七之后就非常低调, 绝对不参加江湖上的事情。 当时, 崩亚居的邀请让他非常烦恼, 因为崩亚居送来了和解的诚意, 自己如果不去, 确实太不给面子了。 只是如果去了, 那么自己就又跟邦会的人纠缠在一起了。 其实多年来, 因为向华强的身份特殊, 他一直跟这些黑道中的人保持距离。 向华强当时确实非常为难。 最终,向华强还是选择不去参加。 不过, 他派了两个德艺手下去参加。 同时, 向华强为了表示诚意, 特意打造了一个金兽桃, 然后送给了崩亚居的母亲, 表示自己的诚意。 本来向华强以为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 没有想到两年之后, 邦亚居承包的赌厅开业, 他又邀请了向华强来参加。 这次, 邦亚居同样邀请了喜米华, 莲安琪等人。 向华强这次给莲安琪打了电话。 最终, 向华强跟莲安琪达成共识, 不再出席邦亚居任何的公开活动。 毕竟邦亚居曾经的身份太敏感了。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 向华强跟莲安琪的关系非常好。 当年, 向华强曾经把王林介绍给何鸿燊认识。 何鸿燊去见王林的时候, 就带上了莲安琪。 莲安琪当时对王林非常佩服。 后来, 莲安琪就请王林帮自己对付二太蓝琼英。 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向华强跟莲安琪的关系绝对不简单。 邦亚居邀请向华强, 莲安琪等人参加自己母亲的生日宴, 虽然不是鸿门宴, 但是也是别有用心。 邦亚居出狱之后, 企图走回正途, 东山再起。 为了给自己创业造势, 于是, 邦亚居就特意利用母亲生日来为自己造势。 当时这个生日印之后, 邦亚居就筹款十亿, 开始在澳门承包赌厅, 随后又搞区块链, 啤酒等等生意, 生意还算发展得不错。 其实, 邦亚居也是聪明, 他知道请了这些人, 这些人来不来都不关键, 他们的礼物肯定会来的。 另外, 自己现在给了他们面子, 日后自己有事情要他们帮忙, 这些人就不得不帮了。 邦亚居其实也非常聪明, 他也是想清楚才去邀请他们的。 其实这些人都不想跟邦亚居关系走太近, 但是又不想得罪他。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西米华的红颜知己, 刘碧莉高调付出当作家, 难道是在为他减压的吗? 西米华和红颜知己, 刘碧莉的感情, 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 2014年, 他们的恋情曝光, 刘碧莉更是无所畏惧, 不把西米嫂放在眼中, 在很多公开场合和西米华高调的秀恩爱, 并且接连为他生下了三个孩子, 真是一个很彪悍的女人。 2018年, 西米华迫于种种原因和刘碧莉分手了, 据说给刘碧莉的分手费就高达三亿港币。 刘碧莉和三个孩子移居英国生活, 前一段时间, 西米华被传陷入了经济风波, 公司经营不善, 亏损很多。 同时, 他和刘碧莉多张亲密合照在网上流传, 又被传出他们复合了。 这才相隔不长时间, 刘碧莉又高调宣布, 当英国一本杂志的专栏作家, 只要介绍英国的可持续饮食, 他还在文章中写道, 想看一家农业公司, 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吃到健康的食品。 从中可以看到浓浓的爱子之情。 西米华的红颜至己, 刘碧莉高调复出当作家, 难道是在为他减压的吗? 西米华是最近十年才崛起的富豪, 他原来是波亚居手下的一个小弟, 后来波亚居饭室进入了牢房, 他凭借聪明机灵入了斯泰莲安吉的法院, 后来得到莲安吉的大力提携, 澳门有两百多家博彩公司, 西米华控制了七成公司的迭码生意。 是澳门最大的迭码仔, 他又在梁安吉的帮助下, 承包了二十多个贵宾厅, 是澳门有名的赌厅王。 可以说, 没有梁安吉的大力提携, 就没有今天功成名就的西米华。 他是梁安吉手下的一名得力干将, 在人生的道路上, 能够得到贵人帮助,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能少走很多弯路。 人生的成功, 机遇都是很重要的, 机遇都是稍纵即逝的, 机遇来了, 要善于抓住, 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几个月前, 赌王和鸿生离世, 属于何鸿生的时代已经结束。 赌王生前娶了四位太太, 拥有十七个子女, 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她留下的庞大遗产, 成为了各方争夺的源泉。 最大的争夺, 是何超雄和梁安吉的争夺。 何超雄是二太蓝琼英和赌王所生, 是二方的长女, 是一位有能力, 有魄力, 又有手段的商议器材。 她联合了霍家一起对抗梁安吉, 并且用洗米花陷入经济危机的事件来打压梁安吉, 并让她和洗米花划进界限。 通过何超雄的强硬手段, 梁安吉已经被她压得死死的, 处于劣势。 洗米花是靠梁安吉的提携, 才有今天的成就。 如果梁安吉是尼泊萨过河, 自身难保, 她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 再庇护洗米花了。 洗米花的经济危机, 只能靠自己努力去解决了。 洗米花是靠赌王家族发展起来的, 一朝君子, 一朝臣。 如今赌王家族信任掌门人何超雄, 根本就不待见洗米花, 迟早要从她手中收回赌厅的经营权的。 洗米花公司的绝大部分利润都来自于赌厅, 这样对于她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在人生的道路上, 没有谁是你永远的依靠, 唯有自我强大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屹立不倒。 在人生的道路上, 要学会省时夺势, 要能分清形势, 这样才能攀登上更高的阶梯。 刘碧莉和洗米花传了那么久的绯闻, 一直都是依靠这个男人的。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她高调地宣布付出当作家赚钱养家, 树立一个自立自强的好形象, 肯定是和洗米花事业低迷有关的。 抚养三个孩子还是需要一大笔开销的, 刘碧莉不能坐吃山空的, 可能她经历的多了, 也知道, 一个女人唯有拥有自己的事业, 才能实现经济自由, 在人生中才能拥有话语权。 洗米花的红颜知己, 刘碧莉, 高调付出当作家, 就是在为她减压的。 她不想给洗米花太大的压力, 毕竟她们之间拥有三个孩子, 只有洗米花能度过这次危机, 才能对三个孩子有好处。 一个女人只有自强自立, 才是最美丽的, 别人才会高看你,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每个人都想过富裕的生活, 但是只有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得来的, 才是最可靠的。 爱情亦世, 婚姻亦岁, 一个女人不要作义富裕男人的寄生虫, 把自己的命运让别人来主宰。 我们是时代的女性, 要有追求, 有理想, 有目标, 向着人生的高峰大踏步地努力, 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崭尽的人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